針對校園欺凌的情況 其實警隊一直與校方 都有一些有效的機制和措施 去預防和調查 一些校園欺凌事件 警隊一共有117名 學校聯絡主任 在全港各中學和小學 保持緊密的聯繫 警隊鼓勵校方和家長 如果發現懷疑欺凌的事件 例如 學童無故情緒低落或擴貨 就應該盡快 向學校聯絡主任查詢 如果涉及刑事成份的案件 學校聯絡主任 會盡快將相關的案件 轉交給相關刑事調查隊 而在緊急的情況 警方都呼籲 各位家長和校方 應該要立即致電999報案 就著涉及警務人員 子女的欺凌案件 警隊已經與教育局定立了 處理機制了 如果有關人員的家屬和子女 遇到欺凌的事件 可以向人事部職員關係貨反映 職員關係貨是會提供適切的支援 並且會將相關的案件 轉介教育局作出一進 以防止情況繼續惡化